hello大家好我是RT 动画界有那么一条潜规则 只要是咪咪眼的角色全都是怪物 真的有这回事吗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如果觉得这类影片还不错的话 欢迎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哟 当然也可以加入会员 每个月赞助RT多喝两杯饮料 不不闹 那么在开始盘点之前 我们要先来定义一下咪咪眼的样子 那就是只限于眼睛眯成一线的角色 也就是完全看不到眼珠了才算 这样才有开眼之后的冲击感 那么首先第一位就是藤井巴云 这位认识的人应该比较少 他是来自于1987年开始连载的漫画三只眼 一部充满妖怪与战斗的漫画 在当时也是堪称血腥格斗与惊悚的扛把子 我小的时候还怕得不太敢看呢 而作为主角的藤井巴云是一位高中生 好时不时碰到咱们的女主角佩 她是神秘种族三只眼牟家罗的残存者 拥有不饶不时之力 就在咱们巴云因为事故差点咯屁的时候 配在逼不得已之下只好将巴云变成自己的无物 充滞之后只要配不死 藤井巴云就算被打成灰都能够复活 但是最大的缺点就是一开始的藤井巴云本身战力极差 只要能把他困住基本上他就是个废物 顶多只能称之为不会死的怪物 然后是亚兰的佐藤能称帽子 除了是特种部队军人以外 本身还是一名YouTuber 整天上传要杀谁的影片 后来以不死之声吊打日本特殊骑袭部队 那个战斗画面之流畅加上佐藤毫无迟疑的果断 真的是帅翻全场 后来还直接就把一栋楼给炸了恐怖分子中的恐怖分子 做事极其残忍冷酷无情又奸诈狡猾的游戏狂人 从小就有着暴虐的危险人格 只有命悬一线的战力感能够让他觉得自己活着 基本上就是藤井巴云的完全进化版 这人是我们这一家的幼稚 如果你以为他是普通人的最佳典范 那就大错特错了 他最厉害的特技就是玩甜字游戏 没了 是的 没了 但是他最厉害的成就是让川岛跟三下两位妹子对他死心塌地 还成立幼稚粉丝俱乐部 光这点就足以成为现实世界的怪物了 魔人普悟 这人从头到肚子还有他全身的精湛颜色 挥处不入怪物的性格 我没看错的话他应该是怪物中的霸主 再来是神剑闯江湖的赖田宗次郎 知识熊真实的手下 十本刀中最强的刀数天才 整天假掰的笑着 其实是个冷酷无情的杀兽 因为小时候被收养整天受到虐待 久而久之学会用假笑来减少受虐 后来一季养家人打算杀死宗次郎 去被宗次郎先发自然 拿着知识熊送的刀杀光全家 然后是秀懂魔导师的杰洛士 年龄一千零二十岁以上 种族魔族只野兽神官 力量只在五王之下 跟宗次郎一样整天假掰的笑 秘密也似乎都要这样才有种 身长不露的感觉 在降魔战争中一个人单挑龙族的助力部队 这真的是怪物等级的战力的 但是只要加入主角队就会瞬间落化 猎人的雷杂 被小杰他怕抓住的死刑犯 因为被精迷的神魂颠倒 才帮金管理谭南之岛的放出系系统 跟号称剧中最变态的西索打躲避球 还能以一打三 怪物之名当之无愧 梦幻游戏的锦修 他是一位神秘的僧女 会法术会隐身会瞬移还会救急光烈术 18岁那年被好友NTR一气之下扭断好友的头 至今能修有法外 后来因意外被刘牧赤瞎着眼 才会整天戴着微笑面具 最后加入朱雀女巫的后宫阵营 英魂东城部 OK他只是个变态 最来是神威神乐的哥哥 宇宙最强业 突一族宇宙海盗春雨第七师团 师团长也就是师长 你说师长有多大 比你连长还大 比你营长还大 比你旅长还大 某方面甚至比乡名还大 当然我是指拳头 能够一拳打爆宇宙船 却不能一拳打爆银石 幽自可见银石比宇宙船还硬 死神三番队队长势还硬 从小就是天才儿童 轻胜而易众任众而道远 杀身为护身 舍身为救人 卧底摸头边 最后真成仙 不过能死在咱们死神醉剧的乱局怀中 也算是一件幸福的事 网球王子 众所皆知的网球天才 不恶周祝 各种神奇的招式名 让大家朗朗丧口 白金变白龙 钟雄化麒麟 飞燕成凤凰 然而这些迷迷眼都自带一个内剑技能 那就是开眼 没错 就是他爹的把眼睛睁开 从胜利的角度来看 就是增加视线范围 从动画的角度来看 就是力量加100 幸运加100 敏捷加100 势力加999的特质系能力者 殊不知不二周祝 还有各种绝技 什么星花火星之同窥 吹雪入则笑 出则涕掌 掌无言退功力 龙世睡人浪礼 总之就是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怪物了 下一位还是网球王子 柳连二 厉害山巨头之一 千真字的数据网球 就是这位迷迷眼传授给他的 然而他的座右铭是 是千日之练习为端 是万日之练习为天 但是你他差的都还没活到万日啊 27岁才有活过万日呢 高中生是你妹啊 仓意末世录里的哈扎马 外表看似公顺被地理 其实瞧不起任何人 整天已让人陷入痛苦绝望为乐 真的是别人的失败就是他的快乐 还没看眼前就已经可以把拥有 昌之魔导书的拉格纳打成低能儿 开眼之后变成奇造美词 就连六英雄里最强的白面都无法动他一根寒毛 真的是最凶最恶的怪物 酷弱魔法使山奇归石 整天吹牛胡扯之妹 然而只有小英译人被他吹的是七上八下 只有脚被踩到的时候会痛到开眼 而他们的最终魔王库洛里多就不用我多说了 身为魔王人不是个怪物吗 东京口十种方春公散 咖啡店老板别看他一脸笑嘻嘻 这种人最恐怖了 为表笑内心尖 尖尖尖他呀 好了其实他一点都不尖 只是老魔胜算了一点 年轻的时候打遍天下无敌手 后来爱上人类女子从此退隐江湖 号称SS级的痴情众 能活这么久也不容易 还是组织削着首领 专门帮助弱小的狗十种 哦对了我知道这个字念参 黑子的篮球荆棘相依 通红的主将又眯眯眼又戴眼镜 堪称赴黑中的赴黑 正常从人的表情和动作中判断别人的心力 这么无实的能力别打篮球了 你斗不过奇迹四代的 却当心里一生绝对赚到翻过去 看一眼之后射了一手好三分球 但也就一手而已 卡比收 好的他本身就是个怪物 又有排出了黄泉 他是真真正正闭着眼的瞎子啊 不过这也让他因此战力大针 多长了两对耳朵 钢子炼金术是姚玲 自无税新国十二王子总是跟爱德华蹭范 伸手不凡很爱爬窗户 拥有超群的动态 视力绝招是飞燕凡潮 一开眼就是要奸血 最后继承新国的王位 又圈有势又能打的怪物 血界战线 刘纳鲁德 作为主角他的左眼其实是贾特 是用妹妹的视力换来了神之一眼 可以看穿万花童血轮眼 还有白眼的功能 还能读取眷属的视野 最重要的是视线 还可以穿偷啊 可恶 想要 但是我没有妹妹 散灵二人组赤师丈人 人称豺狼医师 身怀108条好汉 哦不我是说 身怀108种武器 剧中最恨最恶劣的角色之一 有事没事就在尸体上画个J 生怕别人不知道是他干的 作为剧中最强的存在 怪物之名真的无庸置疑 日暮熟睡男 拥有欲知念血瞬间移动的能力 但是原则上他并不帅咪咪眼 他只是一直都在睡而已啊 没有睡满四年吵醒他 可是会出大事的阿伯 黑之士刘涛 身为中国贸易公司昆仑英国分店店长 专门盗卖鸦片回英国的奇才 人帅又有钱 他某种功夫还非常了得 难怪整天有妹子坐在他身上 实在是太令人羡慕的怪物了 无头戒是一文路 有马其沃克 爸爸是日本人 妈妈是歪国人 鲁兽宅的典范 还是个妄想之王 梦想此后要上名为二次元的天堂 堪称阿宅们的典范 喜欢玩火也爱玩兵 绝招是冰火五重天 温豪野狗的江湖穿乱布 艺人者之上的超越者 侦探社最强的男人 不过最厉害的还是他那怪物级的可爱 开眼之后更是能看穿一切 一呆力的一呆力 这位就不是怪物了 是个天使 鲁鲁学的娜拉丽 啊 他只是因为心灵创伤假盲 学名又叫 心音性智盲症候群 也就是说如果哪天你被迷村姐的 烈焰红唇击中 你就会因为强大的心灵创伤而不举 龟眼狂刀的红户 平常是个咪咪眼睡觉的时候还是个咪咪眼 他的战力可能不是最强的 但他得穿加抗制止的身份就够怪物了 克兰充实帽 就是剧场版那个甩尾又狙击的红社会心 赤锦就衣 开眼前是东大烟九生 开眼后是FBI狙击兽 脱文字体腾元脱蚁的爸爸腾元文胎 开眼之后 哦不他应该没开过眼 是个闭眼之后都能甩尾的神人 秋名山上至今没人是他的对手 刺激之零一五奇军 最终最会烟熏的达人开眼后就是一个帅哥 会能者伊勒拉面的老板 开眼后还是一位拉面店老板 不过他最厉害的还是就算村子被炸了 他照样可以继续卖拉面卖到火影整本画完 新拉天赛都不能解决了神人 作为见证名人长大的传奇人物 打着火影从小吃到大的招牌 应该可以让他赚得波满盆满 钻石王牌小臭兄弟 闭眼的时候很会打棒球 开眼后由于视野变广了变得更会打棒球 英雄联盟提摩必须使 圣斗士心死中的处女工沙家 闭眼是为了遮断无感提升内心的小宇宙 据说是释迦摩尼的转世被称为最接近神的能 他一人自由出入任何时空跟佛主泡茶 招式总共11招 第七四为六道轮回 可以把对手打到地狱界 恶鬼界 畜生界 修罗界 人界 天界 任君挑选 包君满意 难道六道仙人是他独地 也要告诉你 小刚 这么小致永远最强的工具人 没有之一 三岁人主犯 四岁人骑脚拉车 五岁会开雪地 摩托车 六岁准备学快景 七岁精通动力 小船 八岁学了气球 九岁能玩小型飞艇 十岁把宇宙船当玩具 开一个吊桥什么的 只是他业余的兴趣 而这些全都不是他爸在下位移交他的 如此之怪物 没有什么事可以撼动他开眼的 如果有 就是小致得到真正冠军的那一刻 那么今天的盘点就到这边 你最喜欢的秘密眼又是谁呢 欢迎留言分享 我是RT 我闭眼是因为睁开太强 我们下次见 拜拜